贝莱德公司表示,希望在接下来几个月,在美国和欧洲的办公室同时推进一项新计划,能够让员工一周最多享受两天远程办公,同时又能重回实体办公的合作氛围。 公司表示,这一安排的原则是,办公室仍将成为主要工作地,而居家办公的灵活度则取决于员工的岗位。 此前,因为新冠变种病毒传播,不少金融科技公司都推迟了重回实体办公的计划。 贝莱德此前曾要求员工在10月初重回办公室,但在9月初取消该计划,公司的最新决定标志着金融公司正在重新考虑鼓励员工重回办公室,不过这种回归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。 因此,贝莱德要求所有进入美国办公室的员工必须接种疫苗,且每周需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。 感谢观看